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ix Time Piece GDC4的小刚 这一期想和大家分享一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Protect Philip PP 表王 这个百道菲力的表款之一 也是小刚我自己收藏了好一段时间 就一直有在佩戴的PP表款之一 那也是我个人觉得唯一一款到目前为止 有这个Sector Down 就是我们这个魁道面 或是这一种叫做区分式的这个表盘的设计 它这个现代的百大菲力 那这个型号是5296 Kartrava 那说到96这个数字 小刚也提过在很早几集的这个5196这个分享的这个百大菲力中 96这个号码在百大菲力的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 那简单来说就是以前这个Stern family Stern家族他拥有了这个百大菲力之后拿来拯救百大菲力的爆款 就是这个96型号 但是从96型号开始 百大菲力从此以后就有了各种这个无穷无尽的偏好到现在 让我们真的是你不去背 你背不下来都没有资格去跟人家讲你懂屁屁啊 现在的5296就是源自于这个历史中非常经典的这个大三针这个96的型号 虽然小刚手上这款已经是在好几年停产了 但是一点都不过失了 因为它是一个38mm的一个尺寸 38mm的这个表刻的这个尺寸 而且这个经典的Cala Trava的这个表刻和它这个修长的表耳 戴在手上完全像一个39啊39.5mm的那种feel啊 一点都不会感觉小 而且表带它已经用到了21mm宽的这个表带 再来哦Sector Down它这个表盘哦 真的让这一支表有了很多的这个运动风哦 运动感这种sport的这种风格这个元素啊 那而且玫瑰金也是我个人在这种如果要入手顶级品牌来讲的话 我非常喜欢的搭配一个元素之一啊 这个玫瑰金 那这一支表小刚是自己也做了这个贴了这个保护膜啦 不过要讲一讲啊 表耳的保护膜啊 我是用了5396 然后侧边左右左右两边啊 我是用了最新型号这个Cala Trava 619 就是619的这个保护膜 那这两个型号其实都比5296小刚影片这个5296来得大哦 那可是你完全可以用得上完全贴得上哦 那由此证明5296它这个表格的设计 和现在的这种619啦 或是5396啊 其实真的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哦 那机星是我入手这一支表的呃 一个很大的原因之一啊 因为其实我个人有考虑过6006这个型号啦 小刚也有分享过哎这个表款在自己的频道里面 你可以去看一下哦 但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啊 6006是一个3hz哦 这个21600的这个频阵率 它这个机星啦 而5296则是和最火爆的这个三阵啊 这个Aquanaut Nautilus啊 这个鹦鹉罗 手雷啦 这一些哦 同样是一个机星 这个288004hz高频的这个超级经典的这个324 就是百大菲力这一颗机星哦 那在百大菲力里面哦 很多复杂功能的这个机星哦 就是从这个324机星哦 作为基础去改的哦 而且它大大个这个全金的这个上链摆脱啊 哇 真的是够霸气啊 尤其是你因为它是单向旋转嘛 所以你一甩的时候一晃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有一种风火轮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最后就选择了这一支5296 那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百大菲力是哪一款哦 那不过话说小刚现在也觉得了 现在百大菲力 这几年了新推出的这些表款 它的设计了 其实是越来越年轻化 那有机会我个人也想入手一些其他的 这种新型号的百大菲力玩一玩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